嘿 大家好 又是食品士根 今天帶大家去到黑夜市區裡面的 weekend night market 找下好食物 這個 night market 其實放在這家店的前面 和我們的Hotel Grand Plaza 走過去的話 其實是幾步路 先下水 現在先出來放 雖然地方看上來有點小有點窄窄的 但仍然可以吸引到這麼多遊客 尤其是防馬來西亞 夜市裡面只放了5-6宗桌子給大家坐下來吃東西 所以如果你一個人的話又辦不到位置 只好跟人家搭桌子或者打包分去吃 嘩 還有榴槤 在夜市裡面 最普遍看到的就是一碟碟就好的河蝦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試一下 一碟的話最少有8-9隻的河蝦 價錢方面是大概300-500蹄 看看你是哪一檔買 除此之外 我們還發現到有一檔村迷 很精緻很可愛的 巧克力棒棒 巧克力 Angry Bird Doremon 這個就是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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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都是本地的馬拉人和泰國人 不像早上的劍肉市場 你會看到很多唐人在那裡做買賣 趁這裡還沒開始排長龍 趕快我們先排隊買這裡最出名的燒肉 聽聞這個燒肉檔 是這個Nine Market裡面一定要試的一檔 看到他們炸到金黃色的脆薄薄豬皮 真的令到我愚悚心醜 除此之外 我們也提送了吉利丼、泰式燒烤香腸 他們買的香腸又三種不同味道 Original spicy and S pesos 我本身是比較喜歡Original和Spicy的味道 但要記得他們的Spicy是很辣的 師傅不錯,兩個年輕人一吃完就用個餅給我們 到現在可以好好吃 2Original Sausage Original Favour 裡面有冬粉 另外一個是Spicy 我對我來說太辣了 因為它的辣味會慢慢來 所以喜歡吃辣味的人 這就是最好的 他們也給我們一盤的Ginger 比較Ginger 先吃一下 試試味道 這類的 很好吃 我拿出一個一碟 2片 好 蜚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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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 看看 you guys current is something which is a must that we need to try which is 30 baht per portal orange 30 baht per portal and this one sausage is 100 baht for 3 sausages oh 100 baht 3 sausages okay let's say only one is on 35 okay and this one this one is special 200 baht supposedly it's 200 baht for s size and because of the round crispy pork it's like there only remains there's two slices the meat there then after that the boss is like I don't know if I can have all of them have all of them is 300 baht okay can't have all of them then after that, I'll add a lot of crispy pork okay, let's eat the camera right it's just a bit it's really good it's pretty goo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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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不太濃 這個味道不太濃 這個味道不太濃 沒有浸油 比較濃 這個味道不太濃 淡一點但還是很香 這個味道不太濃 怎樣? 夠辣嗎? 辣椒是… 一個蛋糕 這個味道不太濃 人吃想要先吃 味道不太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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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又很鹹 嘩 或者是吃了燒肉 一邊一直 Wirk 大口很甜 應該不是彈糖了吧 鸡 interested anan鸡汁 你吃鸡肉粥 完成 好吃 好甜 你去面前吃的凍米 終於我們兩個都已經吃得很飽了 但看到路邊有買椰子冰 都是忍不住走過去買 香濃的椰子冰加了 萌果、包酥、花生和Natatagoku 吃了這麼多由來的東西 吃點凍凍甜甜的甜品 真是很新鮮 其實這個Natatagoku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試 可惜兩個人兩口 這裡可以吃多少 所以最好就是一大群人來了 不僅熱鬧就可以試得多東西 早晨 今天真的睡到晨醒才肯出門 出來的時候都大概差不多12點了 但還沒感覺到餓 所以決定了去做個泰式按摩 先來想想要吃什麼 我們找到了一間比較有特色的泰式按摩 近近地在我們酒店附近 走幾步路就可以到了 走了出來看到人家收檔才發現到 星期日早上 在這間燈前面都有人擺檔 看來為什麼不見 看來就換魚鞦 Fullivan 喔 星期院 Oh 星期院離開 開開開開開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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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d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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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y Syndrome with Oil is Body Massage? Body Massage Body Massage 在核一其實有太飽的按摩店 每行幾步路你都可以找到一間 但我們還找一間比較舒適 和買得更舒適的 所以我們在Google Search上 找到這一間 不單有4.6的Good Review 而價錢方面都很公道 最重要的是那兩位按摩師傅的手勢 真的一流 在臨走的時候計算 老品龍竟然中490筆 計成90筆而已 真是好搞笑 按摩完整身都鬆開 所以決定在核一湯裡面 走一下然後找一下有什麼好吃 如果沒有機會走到Gmail Market 其實你也可以在核一湯裡面 賣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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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的東西 但是在價錢方面明顯 危險的會跪到Gmail Market 最少會跪到100-200元 看一看 很可愛的Slipper 今天天氣真的好熱好熱好燙 走走下霧耳中發現一間甜品店 叫做Mimilin 這間甜品店在Ligarden的後面街 他們最有名的甜品就是哈密瓜和芒果的Kagigori 很可惜當天的芒果已經買小了 所以我們買了哈密瓜Kagigori和兩杯咖啡 他們的Kagigori是屬於清甜的味道 帶著哈密瓜的香味 這個甜品店真的值得你試一試 有時期那些喜歡打卡的Instagram 如果你有時間在這裡慢慢走 你會發現到這裡還有很多咖啡 你可以慢慢在那裡享受 噢 或者逛逛捕 看看Logger的Designer Brand 買新的新褲 去旅行其實是需要訪問我們的腳步 慢慢地走 慢慢地體驗 除了去那些打卡的地點之外 其實有時你這樣慢慢走的話 你會發現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屬於你自己的和別人分享 現在已經是下午三四點了 今晚的Ligga Den Market又開始要擺動了 這個Night Market最熱鬧的時候 是八五、八六、禮拜、八一的時候 已經開始慢慢地感測了 多謝大家又陪我吃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點支持 Subscribe這個Channel 下一集我會帶大家離開哈密 去到Songla Del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